据香港媒体报道 香江情中国新中华艺术盛典2018爱乐国际音乐大赛总决赛颁奖礼 昨天举行知名歌唱家钟永玄名模琪琪及欧阳妙芝一同出席 琪琪女儿被称为最美心二代 但琪琪表示女儿不喜欢上台表演 而且现在才13岁要先读好书再说 欧阳妙芝表示两个儿子均有音乐天分 13岁哥哥此次暴读学吉他 弟弟则学打鼓 令哥哥更自行报名参加国际性的是艺术交流团 相当主动和独立 至于琪琪也指女儿爱音乐 但不喜欢上台表演 不过这个暑假 琪琪带女儿去了环球半个地球走遍欧美 最后一成泰国之行 老公仍在话拍完戏会合 正好当时是泰国的母亲节 女儿买了芝士蛋糕为她庆祝 琪琪笑指老公都没吃醋 还笑称天天都已经是父亲节 提到牧村拓宰15岁女儿牧村光西 当模特被看好将成明日之星 琪琪会不会也向女儿做明日之星 琪琪说 我女儿才13岁 她又很抗拒镜头 拍戏的确学到很多事情 但也好辛苦 所以还是要好好读书 不过牧村女儿好漂亮 妙之表示 不会抗拒两个儿子入行 得看她们的潜能如何发挥 对 i just wanna